一個星期又過去 終於微軟爸爸在年度展示會前 率先為大家帶來極強大的Game Pass新陣容 所以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Game Pass一直都有很多免費的會員權益 今期夢幻之星2 就會有6個為大家在戰鬥恢復元氣的道具 亦都會有50個可以幫大家強化武器和裝備的道具 而Pachi絕地求生就會有獨特的補箱和鎖匙 亦都會有Contraband的折扣具 但跟New Jeans的聯成合作才是重點 分別會在6月12日和20日登錄電腦和主機平台 大概就會以Oh My God加上Super Shy作為主體 另外最新的帶點真是美到可以做裝飾 維哥這款射擊遊戲就會有熱浪的套件 包括大量時射的配件、槍枝和掠奪品 盜冊之海就會有同黑耀石工作室聯成的火槍 旗刺和馬路酒杯 Multiverse這款作品就會有MVP的組合包 兩個貼圖就是這麼多 無數玩家等待很久 6月份終於來到 這個月份不漏都是遊戲展的旺季 會有大量新的遊戲公佈、新的遊戲情報 甚至連XBOX本家的展示會都會在這個月粉密登場 當中有不少遊戲展在我出片的時候 應該就完了 大家除了可以看重播之外 我亦都會有一段影片 直接整理XBOX展示會以外 所有其他暑假遊戲展的重點作品的 終極懶人包 大家不想又或者沒有時間 每一個展示會都看的話 就可以期待過一個終極懶人包影片 6月份最重大 每次都會有無數驚喜 和Game Pass作品的XBOX本家展示會 將會在港台時間6月10日的凌晨1時舉行 我亦都會直播同大家一起看 我們到時見 在介紹Game Pass的新陣容之前 當然要講一些即將離開Game Pass的遊戲 6月15日就會有5款的遊戲離開 當中就會有High on Life 和群山之王這兩款高評價的作品 但是如果要在15日之前選一款來玩的話 喜歡動作解謎就玩群山之王 但喜歡射擊的話就要玩High on Life 邊走邊射不同的外星人 但今次離開陣容中 還有一款值得大家留意的作品 Space Life From The Far Out 是一款多人合作過關遊戲 需要以高超的分工和操作 操控著太空下船 應付不同的太空危險 同時又要捉緊每一個在太空的機遇 和朋友一起賺大錢 是一款相當不錯的派對遊戲 最後的最後我們又要看下6月份 XBOX Game Pass的最新遊戲陣容 沒想過微軟爸爸在本家展示會之前 都丟一些這麼強大的陣容出來 真是點頂啊大佬 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題材的FPS作品 絕對不多 可以做得好的更加是少之有少 繼凡爾登和坦能寶之後 他們的製術團隊再次為大家重現一戰入面 另一個經典的戰場 Socerho 它是一款大型多人對戰FPS遊戲 主打這個發生在意大利山區為期兩年的激烈戰爭 由玩家帶領著他們的隊伍獲得最後的勝利 玩法方面大家可能會覺得 未必又是戰地風雲一 又是推進啊 佔點啊 等等 但因為這次作品 舞台集中在山區的地方 相當重視玩家對於山地戰的掌握和戰略 作為防守結果 一方要善用最大的優勢就是整個山頭 用有限的資源在最關鍵的戰略位置 依山而見 放好你的鐵絲網 沙袋 浩溝 甚至乎機槍塔 把整個山頭變成爐不可破的山寨 你來勝利就只差一步 而進攻那一方就是要把握這一步的距離 利用整個山地作為掩護 找一些未被人佈防的洞洞洞洞洞進攻 用榴彈 剪線鉗等等不同工具 瓦解對方的佈防 最終希望可以做到為整個進攻方 製造突破的缺口 當然遊戲高度還原真實 總一槍就拜拜 所以新手大概頭四場什麼都未做 可能就不知做什麼無故要排隊重新 但至少風景是夠美的 另外如果大家怕了一些外掛玩家 或者想更快體驗到遊戲 也可以進行單機PVE電腦模式 很明顯在見絕命二次元 又剛好跟絕命二次元重製版發售 只是差一個月那麼多 但好可惜的是木衛四協議明明是發售先 但就沒有給絕命二次元獲得更加大的人氣 更加襯托了它的成功 真是有種寄生魚 何生亮的感覺 不過Game Pass的好處就是 為這些鋪扁不一的遊戲提供翻新的機會 特別是這隻作品 負評大多數都是因為推出時候優化的問題 在現在相對地是相對地下 已經改善了不少 另一方面雖然同樣都是外太空站的一個暴力工程師 但這個工程師真是工程師 大多數情況近戰的優勢會更加大 中後期槍戰才會更加厲害 同絕命二次元一路主打射擊玩法是兩種很不同的體驗 遊戲畫面同樣也是上等的水平 外太空驚嚇求生的氛圍都算做得不錯 但這隻作品亦都很明顯真的有不少的缺點 最明顯就是遊戲內容量的不足 例如敵人怪物的數量和攻擊設計就不是很多 遊戲的指引又不太清晰 文本翻譯又好像有點廢廢的 劇情方面比較短 而且沒有足夠的起承轉合 但既然它是鋪扁不一的作品 即是它都還有可取的地方對不對 親自在Game Pass試試就是最直接了解這隻作品的方法 如果你對於恐怖求生是有興趣的 目為四協議都是值得試試的 萬一你玩完不滿意的話 Game Pass裏面還有絕命二次元的重製版 可以滿足大家的 Still Wake the Deep是充滿七十年代風格 以第一人稱在海上轉探平台進行的恐怖求生遊戲 不過這個轉探平台已經跟超自然的物質結合 更加有不少不足之下等於主角 今作為恐怖遊戲畫面水平都算高 電筒、光源等的情形都做得很好 但仔細看就會見到小部分地方的材質表面是有點粗糙蒙糊 希望正式推出的時候可以執法好一點 遊戲方法方面沒有太多的介紹 以Trader的感覺都是會避下怪物 收集一下道具解謎為主 不會有太多的反擊和對抗手段 遊戲長度大概就是6個小時 根據頭2個小時的遊戲評測 據聞好像看了一場很緊湊的互動式恐怖電影 無論是大事件發生的過程 又或者船員對於突發事件的恐懼等等 都成功令到玩家很容易投入到故事的設定入面 如果這遊戲只有6小時的話 我可能可以挑戰一下一條影片直播到爆機為止 最後的最後當大家還在討論奇怒女人2 何時才在XBOX的平台推出 微軟爸爸就直接把他登陸 Game Pass 重要是即刻可以玩到 直接引爆了整個玩家社群 因為第二集無論在系統的設計畫面和遊戲性都提升了很多 而且一代和二代的故事沒有直接聯繫 玩家是可以直接玩第二集 所以接下來我的重點介紹也是關於奇怒女人2 奇怒女人1和2作為更代JRPG最成功的IP 雖然他沒有大眾主流的3D寫實幽微畫面 但是有著更加考驗設計美感和功力的HD2D像素風美術 最終出來既有去日JRPG懷舊的味道 亦都有著現代設計的美學 令到奇怒女人的畫面比起很多大作 更加令人深刻,更加令人著迷 遊戲主打當然就是8位擁有不同出身背景 不同職業技能的主角 怎樣走過這段既是分開又在一起的旅程呢 人切真正是奇怒女人最有魅力的地方 除了聲優的表現依舊都很棒之外 可以見到製作團隊在第二代花了更多蝙蝠去圓滿角色的成長曲線 令到玩家可以更加投入每個角色的動機 雖然遊戲有8個主角 但玩家一開始都是要選一個作為開始 玩完一張之後才會開始接觸到另外的主角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選玩了新主角的第一張 又或者繼續原本主角的旅程 加上製作團隊想彌補上一集主角之間互動不足的問題 他們都加入了和故事進度有關的隊伍對話 以及專屬於不同主角之間的協力故事 可想而知這隻作品的遊戲內容將會是相當豐富 要一長時間才可以玩完這隻作品 這戰鬥方面雖然都是JRPG常見的回合制戰鬥 一樣都有弱點、屬性、先後手、武器種類等等 但奇路女人主打的是盡快破壞對方的防守 阻止敵人的進攻 同時在適當時機用儲起的BP打出最大的傷害 是充滿很多戰略考慮的玩法 而且還會有潛力ES技能和最強大的副職業系統等等 所以戰鬥系統的豐富程度 又是足夠玩家深入研究很多粒鐘 那我自己個人最喜歡 果然都是利用不同主角、不同職業的技能 和城鎮中不同村民互動 明明上一秒才跟人聊天談心 下一秒發現他身上有被捕 立刻那段偷走 不是做什麼 有時某些主角偷不到 其他主角可以很容易搶回來 在這遊戲你真的可以體驗到寒寒出狀元的感覺 而且日後和晚上 NPC的配置和主角可以利用的技能都會有不同 變相即是每一個城鎮都會有兩種不同的面貌 讓大家發掘、探索和掃掠 那大家就明白為何這作品動D2就可以玩到一百小時 結論 奇路旅人2就是近年最好的JRPG之一 要美術有美術 要音樂有音樂 要人物有人物 要深度有深度 喜歡也是喜歡肉成 喜歡精神時光屋的朋友 請你直接下載奇路旅人2 直接開始玩 以上就是今期周報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記得今晚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亦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搶先看 今期周報就到這裡 就這樣 拜拜